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英超暫眼打三場球 這三場球大家應該不太開心 因為三場球 我們得到三分 兩場主場比賽 一場作客比賽 本身我講過 我只期待得到四分 但只要得到一分 感覺都是差很遠 輸了兩場 好像輸了很多比賽 有點怕,好像輪迴回到前兩年,因為廷刻來到第三年 但他前兩年第一年就是輸了兩場,贏了一場 那一季最後就慢慢爬上去第三位 上年頭三場就贏了兩場,但之後那幾場又是輸多贏少 最後五場球就贏了兩場,最後跌下跌下跌到第八 守在第六、第七位都一段時間 但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一路滾下去就已經沒有再上去 那今年又會是怎樣呢? 看下去就似乎見到一些戰術思路 大家都見到是想打迫搶,424 但是在執行上,暫時都不是很完善 漏洞都還是很多 還有就是這套戰術,不是說有戰術就可以 那套戰術是否適合我們球員呢? 這個其實都是值得相確的 現在轉會槍完了 雖然還有些免簽球員還沒有人簽 可能你再簽都還趕得及 因為免簽就不受轉會槍的時間去限制 但是看起來就可能性就不大 因為呢,我們對球 你說強不強都好 但事實上,我們現在對球 每個位都有兩個球員 包括就是左閘都有兩個球員 雖然兩個都不能踢 那免簽市場就是左閘其實沒有多少 只有一個以前PSG的古沙華 叫做有些級數而已 很難找到免簽的左閘球員 右閘有兩個,中堅有六個 龍門有兩個,加上希頓有三個 中場防中現在也是,即是三四個人 攻中又是有兩三個 加上艾力臣,即是多一個 突出來其實spare的人都很多 逆風兩邊有四個 中風有兩個 你再簽,你除非真的有個球員 是非常之抵用 又真的會強過現在擁有的球員 如果不是,你這樣做 只會破壞對球的平衡 因為一定有些人就不能出 到時更衣室的士氣 又隨時會混亂 我自己覺得應該不會這樣做 今天就當它完了 轉會槍 其實每個賽季都會這樣 第一個國際賽期 這段十日八日的空檔 我都會去分析一下 究竟對球在轉會槍的作為 即是是好還是不好 實力上現在對球又去到哪 不只是說萬聯 亦會少少對比一下其他球隊 但因為今年的球隊 有實力的實在太多了 都已經不是說Big 6,Big 7 其實有八、九對球 都真是誰拿到前六名都沒有人知道 即是原有的Big 6 白麗頓、維拉、紐卡蘇 只計這九對球 你都已經有很久講了 即是沒有可能每一隊講 以前說六隊都還可以 你加上了韋斯咸有實力的十對球 所以其實都是挑一些重點出來 或者簡略一點總括和大家 對比一下其他球隊 首先回顧一下轉會槍 亦都點評一下我們的收購究竟造成怎樣 亦都當然就是看看人家隊的造成怎樣 你不可以說自己好 你都要看人家 人家如果做得好過你很多 你說自己好都沒有用 我們一隊今年做了五筆收購 不要計那個Shito、OB、Martin 以及另一位的新房中 即是那位瘦猛猛的那位Seiko Kone 暫時不要當他一隊球員 但我預期他們兩個 在下半賽季大家可能都會有機會見到他 也不奇怪的 即是他們兩個可能有一場會上下 量一下上 入一下入他這個後備席坐下 所以就可能就給了一兩分鐘 他做的代表都不奇怪 那麼五筆的一隊收購 加兩筆的青年軍 有潛力的新星的收購 然後就清洗去到八個人 如果加上一些去年外借出去的球員 其實是十三個清洗 相當之大的清洗動作 其實對比過去這麼多年 今年都算是最果斷的一年 那麼我們首先 就略略看看我們的收購 五個的收購 大家看到的價碼 就由1280萬磅 去到5200萬磅 這個其實都算是 達成了INEOS 在這個加盟初期 我們收到那個封 就是他們不希望將收購 是高過6000萬的 那麼 將那個上限就定在這裏 那麼 暫時他未有適言的 即是這些球員 就算加了add-on 都是6000萬磅 那麼 那價錢上面 總括來說 我們都花了不少錢 花了1.8億英鎊 還未算賣人的 這個只是說買那裏就花了這麼多 那賣人那裏大概是 8000幾9000萬左右 那所以就 NASPAN大概是1億英鎊 那麼 1英鎊 那麼你對比之前 我們不是計算NASPAN 計算花錢呢 今年1.81億 那麼對比上季呢 其實上季我們花了1.92億 那麼去年呢 也都是買了五個人 但是有一個呢 就是租借過來的 就是岩拉伯 都成八百幾萬磅 那麼加上就是 三個季價的收購 海龍曼治 奧ullana 以及一個比較便宜的後備龍門 巴仁迪亞 那麼 那麼 事實上呢 借那個呢 你不可以當他購買的 巴仁迪亞呢 其實也是跟我們之前的 後備龍門 那麼 DN達sen 就一出一入 還有幾百萬呢 其實就濕濕稅 增少 過岩拉伯的租借費 那麼 那麼 上年就1.9億 你種了那兩筆平的 1.8億就簽了三個人過來 主要就是海龍、萬箭和奧納納 你對比一下,今年五個都是可以用的球員 去年只有三個會用 巴仁定亞幾乎都沒有用過 岩拉拔就用過一年 但現在沒有了,就是total loss那一千萬 八百多萬的英鎊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人數上 今年花費的錢是買多了可以實用的球員 再對比在上一季,聽一下剛剛來的那季 就花多2.05億,就是再花多2千萬 又是簽了五位球員,再借了兩位球員 兩位借帳都是各自用了兩百多萬的租借費 那裡去了五百萬 其實簽球員就兩億 有一個艾力臣是不用錢的 兩億就簽了四個球員回來 當然最貴的就是安東尼 那裡就不見了八、九千萬英鎊 卡斯米奴不見了六千萬 馬天尼斯五千多萬 馬拉西亞千多萬 簽了四加一 然後兩個租借 大概 整體上來講 就跟今年差不多 因為那一年有一個免簽的 大力臣就抵食,不用錢的 所以拉一拉雲,才叫做好一些 今年那幾個就平均一些 你看到,其實萬聯都算對得起 聽一下,過去這三年 每年的洗錢都是有差不多規模 其實前兩年花這麼多錢 而且洗得都不是很成功 今年你看到,連歐聯都沒有 繼續支持他 在這個用錢的規模上 繼續都是用到多少得多少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每年簽四、五個球員回來 你三年加起來 其實都已經15個人 就是萬聯已經跟三年前是完全不同 但是過去兩年的嚴重的 overrate 或者overpay的日價球員 包括海龍 我都覺得太貴 這個水平來講 六、七千萬磅 真的太多了 我想如果三、四千萬磅 就每個人都覺得海龍是很合理的 上年的表現就正常了 你看到 隔離車路士的Niclos Jackson 數據雖然失了很多機會 但其實日波助攻 其實比起海龍 就不是差得過他 人家就三千多 安東尼不用說 孟治現在看回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傷這麼多 但是以現在的表現來算 都是做得不好 這個簽約都是貴 Onana都是貴的 四、五千萬 我認為他就並沒有發揮到 他的身價出來 就是因為你看到 這幾年的轉回的龍門 其實跟他這麼長的水平 譬如阿仙奴的Raya Raya 或者比Onana更好 但都是二千多三千萬 所以都貴了成倍 今年就我覺得有進步 在買人的價錢上面 就只有Lenny Euro比較貴 暫時就判斷不了 這個是一個好的還是壞的收購 真的要幾年後才知道 因為高層說他有潛力 但是潛力的東西就有時候都不太控制得到 對不兌現得到 要看看運氣 要看他自己的傷病紀錄如何 一來到就傷三個月 其實都開到一個頭都幾頑 之後就融入又慢一些 又有迪烈特 然後幾位的老將又在 所以就不知道 但是比我自己去選擇的話 我就不會買Euro 我真的覺得太冒險了 其餘那幾位就 烏加迪 迪烈特 舒克斯 三個都是三幾千萬 三千多到四千多英鎊的數位 我自己覺得是幾合理的 這三個價位 你放在其他球隊買他們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不會算是貴 但是也都不是算很便宜 就是烏加迪 四千多算是這樣 如果便宜的 你二三千千到烏加迪 就叫做很好 但是實際上都是做回一個正常的市價 只得馬修惟就算是超值 或者這個收購 一千二萬就真的便宜 大家看到三場球 都知道他都是很穩定的一個集位 勁就不是很勁的 但是 這個水平 再加上年紀和穩定性 我覺得就算他是拜仁不用的球員也好 我想二千多萬 都有人會接的 這個我們算是一個好的集位球員 所以整個轉會槍來說 我覺得都算是平均來說 價錢來說 都是做得不錯的 一個就貴一點 一個便便宜一點 然後幾個都是很合理的一個價錢 看看競爭對手 其實今年我們就不是BIG6 只是說10名的球隊 前10名的球隊 其實大部份球隊都跟曼聯是近似的 就是想拼命增強的 追上去的球隊 的收購我覺得 不是說好得過我們 有部份比較強的球隊 或者比較窮的球隊 就再做謹慎一點的 小收購一點的策略 所以我們對比一下 有一些球隊就跟我們差不多 都有一些大價錢 即是現在說大價錢 都不是說一億那些 說四五千萬都算貴的 或者簽比較多的球員 就有三隊 熱刺、維拉和白麗頓 先看熱刺 其實他們都不是買到很便宜的價位 即是我們那些價錢 你看回熱刺 差不多而已 即是5500萬買過蘇蘭基 蘇蘭基其實都不是年輕的 即是27歲的 這個前鋒上季 才是第一季踢得比較好 但其實下半季都沉了很多 叫做英格蘭人 但其實熱刺英人是很多 他們沒有需要特別為英人而買 只不過就真的在英超 你買個穩陣一點的選擇 真的沒有多少個可以選擇 即是人工可能 冬尼又太高 熱刺不想要 最後他們選擇蘇蘭基 五千多萬英鎊 其實這個收購 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因為就算他發揮得OK 入上季二十多球 但是你當日賣黑尼簡尼 收了八千多萬英鎊 即是很多add-ons 不知道他收不收到 暫時應該沒有收 因為拜仁什麼戰績都沒有 其實就拿了簡尼那塊錢 就買完蘇蘭基就剩下三千萬 其實等於沒什麼大換個血 因為蘇蘭基 你用三年之後 他又變成三十歲 本質上就跟哈利簡尼的年紀 不是真的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是偏貴的 即是五千多萬 你說三四千萬買到蘇蘭基 那就算OK了 但五千五百萬 只能夠說 沒有什麼選擇 他們選了一個稍微貴一點 稍微穩陣一點的前鋒 Achigray 3,500 市價或者都少少偏貴 因為這個球員 其實都只是打英冠 英冠踢得好 上到英冠踢得差 上到英超踢得差的球員 大有人在 譬如丹尼詹斯 完全不同 所以有的那麼冒險 這個價錢 都不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價錢 第三個球員 奧道貝智 就是這個搬尼的逆風 其實如果以上年的表現計 我真的看不到奧道貝智有多特別 就是搬尼他都踢得正正常常 他對球太差了 今年他們就上到熱癡 是立刻用他打正選的 的確是踢得挺好的 但是就二千四百七十萬 都不算是便宜了 這個球員就以上年表現計 我自己覺得頂盡就是一個市價 比較便宜的球員就是Burfeld 這位就是北歐的新星瑞典的小場 中場中攻中 850萬 我就覺得偏低 這些潛力股 叫做首抽 好像扭蛋一樣 未知數 800幾萬 在這個年代來說就算很便宜了 都是韓國聯賽轉過來的 350萬就合理了 亞洲球員成是第一報告 其實都是三幾百萬 所以就整體上來說 熱癡沒有做到一些超值的收購 而維拉就更加是奇怪的 首先買阿瑪道 奧娜娜娜 愛華頓的威中場 我覺得偏貴的 5千萬磅真的不是特別值 正正上場稍為貴一點 伊恩馬臣就貴為上貴 英歐貫的主力左閘 多蒙特的主力來的 3,750萬 算是這樣的 但這個球員暫時在維拉 似乎都不是那麼能夠 即刻用到去打正選 所以這個收購 都即戰力不是太高 因為始終就陣中還有一個敵利在這裡 這個 OK啦 這個價錢算是這樣的 最後這個阿茶 也是他們本身自己的球員 上年就賣去石飛聯 賣2千萬 今年自己收回就1千3萬 都算是一個市價 還有一位飛路真 這位飛路自然 我自己覺得幾好球 有些潛力股 1千3萬 我自己認為他水平上 英冠都踢得幾好 數據亦都不差 1千3萬來講偏低價 剛剛看到二次 英冠踢得好的Archie Gray 3千多 他收1千多回來 我覺得幾好 但是下來那兩個 就打得升 三個人都是 明顯這三個人 都是一些使用FFP的操作 所以價錢並不能夠作準 因為這三個人有兩個 根本就沒得出場 一個是祖雲達斯 一個是愛華頓 他兩個都是青年軍的級別 巴林治亞就OK 現在都叫他借出去 在西甲踢到球 650萬 市價 最後比較底的位就是 盧斯伯克利 這位英格蘭的 都算是幾乎是老將 30歲的房中 做過輪換500萬 我覺得算是挺划算的 所以整合上來看維拉 花了很多錢 賣人亦都賣了很多 但是明智收購亦都不見 至於白禮頓 就更加是你看到 這個list裡面 白禮頓收購了八個球員 其實真是有名氣 或者大家會一定知道他是誰 就只有兩個 或者只有一個 就是第五個的卡迪奧股 因為全過萬聯的阻集 在今年歐國盃都挺出色的阻集 卡迪奧股 土耳其的 2500萬我覺得算划算的 這個球員看上去水準 亦都在土耳其聯賽 打了好幾年的歐巴 也好歐聯也都見過下面 這個球員 是最好的收購 但是其他的 包括最貴的魯達 這位我跟大家介紹過 他在英冠 踢得很好的中鋒 法國中鋒 但是英冠踢得好 4000萬 就真的太誇張了 即是其實包括就是 譬如現在 士布廷很厲害的 這個基督卻理師 他在英冠踢得好 過去士布廷 都絕對不是這個價 都是1000-2000萬 會合理一些 還要是英鎊 就是白麗頓買人 你看到都開始有少少日價 包括下面那幾位 234的 文達 紐卡數的一場都出不到的 文達 3000萬英鎊 雖然是有點腳法 但是是不是值呢 我自己覺得有點貴 偉化 何甲的中場2650 算是這樣的 即是打正選 打足一季 古達2500萬鎊 又是未證明自己的 德甲踢了一季 但是只有三兩個助攻 2500萬鎊也是貴的 奧拉利 就有點不幸 好像傷了 但是去年踢蘇超中場 是出色的 即是有十幾球 那十幾個助攻 所以2500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跟著那兩個我都完全不懂評論 就是Ibrahim Osman 和Yakuri Yakuri 又是明不堅存 不知什麼的 即是首抽的球員 在小聯賽 Ibrahim Osman 可能也是1700萬鎊 你看到白蕾頓 今年花了兩億以上 即是還有一些小的轉會 我不能夠說他做得好 過萬聯 因為這班人 你買來萬聯 如果用這些價錢 就很可能會被人笑 我們是水魚 根本都不懂 很多個名氣都很小 也都看數據 不是太出色 當然他們的球探 有他們的一套 白蕾頓經常都成功 但是完全不可以說很貴 很便宜 是吧 可以見到這個年代 很多不出眾的球員 或者真是未在五大聯賽露過面 有實質數據 甚至有些是英冠的球員 都已經說兩千幾三千幾 甚至四千萬 所以萬聯這幾個 都是說三四千萬 但是你起碼知道他是誰 是吧 每個人都有些實力 是吧 有些往績 是吧 除彩了路 我覺得我們這四個收球 都算是中等偏好的收球 是吧 性價比算是幾高 至於保守謹慎型的球會 就是收購一些便宜的球員 包括紐卡蘇、阿仙奧、萬成、利己 這幾間球會 其實就稍為謹慎些 紐卡蘇大家都知道 窮 因為那個FFV 他們搞不定 所以就 最後其實 沒有什麼買過 給人的 你看到 Lewis Hall 迫著他買 因為去年 借他過來 就有一條條款 一定是會 叫做 obligation 迫著 簽斷了 買斷了 2800萬磅 絕對是偏貴的 因為這個球員 你對比他的師兄 Ean馬臣 馬臣借了出去這麼多年 很成功 也都在多蒙特 踢了正選 勾冠決賽 都出到 貴過他 少少 3千多萬磅 這個 Lewis Hall 其實在車道士 出了十場八場 沒有什麼 真是 拿得出手的 枉籍 在去年 也都是一個後備 所以 2800萬磅 其實有少少 吃了些水餘價 第二位 就是 韋拿祖迪莫斯 更加 這個是離譜 明顯 又是跟森林 是用FFP的 這個龍門 去年森林 買回來才三四百萬 突然間 打了一年的後備 轉過來 紐卡素 變成二千萬 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明顯 跟森林玩 是有意地 互換 是用FFP的會計 不評論 超級無敵貴 Ozula 亦都是一些小新星 950萬 完全不值 你看它的市場的價值 應該真的是二三百萬 接著就買了一個 免簽的 Kelly 亦都有打正選的 中堅 有時是輪換左閘 有一場頂死 Lewis Hall 打左閘正選 還有魯迪的三號龍 免簽 其實他們今年 轉匯昌 字面上賺了六百萬 所以 紐卡素 幾乎都沒有增強過 跟去年的實力 是一樣 甚至可能會更弱 利物浦 就買了一個龍門馬馬 到達斯維利 這位門將 今年就不會見到他 因為他們借回華倫西亞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因為他上年的數據 他很年輕 二十二三歲 上年華倫西亞的數據 那個入波 濕波 跟Expeda Go 的對比 他是成功撲走了十點幾球 是一個很好的撲球數據 看他的傳控 或者出營那些 他就不是太活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身材高大 一米九七 一米九八的 大門將 傳統一點的 門線型的 接高波 防守 門線撲構好的龍門 那二千五百萬 應該都未與草迷 我呢 就是準備下年 說他就是 這個艾利神 就要離隊了 所以這個 我覺得買定先二千幾萬 以上年數據來說 算是挺便宜的 也是新生代日的一個 數據比較好的門將 跟著就 一千萬 但最後亞少簽了基爾沙 超值的 利物浦 就完美示範了 什麼叫做耐性 就是我覺得 他們的陣容 是有條件 就不簽那麼多人 因為老實講 很客觀地平浪 利物浦 我覺得他們的陣容 現階段來說 守前四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始終 沙拿就在 早達上年 商那麼久 他都拿到前四 今年出回來 沒有那麼黑仔 跟著 家譜又好了一點 還有紐尼斯 這些 後備 其實真的夠用 中場也都不可以說差 後防 稍為差一點 但我覺得 沒什麼球隊可以威脅到他們 如果你在這一刻 花大錢 好像馬聯那樣 花一兩億 他都未必真的可以威脅到阿仙奴 和萬聖 所以就慢慢來 這個階段 就叫做 就是用回上手的人 跟著 未來那兩三年 可能慢慢換血 才是一個更加合理的手段 所以就我覺得 他們做得不錯 就是沒有急著去洗錢 反正他們錢其實不多 那阿仙奴呢 其實類似 但是阿仙奴的情況 我感覺就不是不想補強 但又是因為前兩年 花太多錢 今年就要量入為出 盡力買好幾個的清份產品 跟著就用那塊錢 就買了三個球員 拉爺就去年買了 今年就買斷 就是租了過來 就買斷今年 那麥蓮雷和加利費奧利 就一個 梁满中堅之前提過了 我覺得他們並不是說 非常之必須的 但是 叫做又是可能 build up 給未來 就是慢慢換血 那麥蓮奴呢 2700萬呢 我覺得算挺划算的 因為這個球員 其實近年 越來越好的發揮 是稅數大了一些 就是去到28歲了 那2700萬呢 我覺得都算OK划算的 如果說三千多萬呢 譬如帕蓮藍 踢富咸 他都四千萬 那麥蓮奴呢 我覺得水準差不多 他又是可以打六號 又可以打八號 都可以頂一下 作為一個 輪換的可靠人選呢 2700算好 但是也是很不幸 一來呢 就是受了一個 都不輕的傷 可能都要成兩個月才能夠 那就 淨資出得兩千三百萬而已 所以阿仙奴 都是 叫做買一些 算是 叫做性價比比較高的球員 做得都OK 萬成呢 就只是跟自己的梯隊 他們同一集團的球隊 就收購一下沙雲奴過來 二千一百萬 就很划算的 因為這個球員 二十一歲二十歲 上年在基朗拿 踢到 九球九助攻 在西甲 所以這個球員呢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賣出去呢 你賣三四千萬五千萬 都沒什麼問題的 你看到來到英超 基本不用適應的了 但是又是不幸運 一來到又是受了傷 所以就是偏低的那個價錢 但是打一顆星星 就因為他們自己集團 就不會說賣得太貴 跟著就賣了艾華利斯 也都再賣了一兩個球員 只賺一億 只是免簽個跟道簡回來 也都看到萬成呢 都是按住自己的荷包 我不知道他們是怕FFP被人罰 還是什麼 還是呢 真的覺得 就是節省著洗 或者可能沒有什麼 真的想要 首選的目標 暫時就節省著 看看之後那幾年又怎樣 或者過稅又不知道要走 還是怎樣 有個新的教練來 都不出奇的 未來一兩年 要留一些銀彈 給新教練洗 正賺一億萬成 真是瘋了 所以就 你對比這幾隊球隊呢 萬聯在這三年的支出 都真的很好 維持著支出 每年每年都 都花1.8至2億的投入 就是盡力了 清洗方面 其實近年也算是最大動作 今年 其實你在過往 萬聯的歷史呢 今年的清洗收法人的錢 幾乎是史上最高的 就對比史上最高的那年 好像是 迪馬利亞那年 還是斯朗那年 就差不多 差兩三百萬 但是匯率上面 就可能有少少出入 所以其實都算是最高的水平 但是之前那些賣人高的轉匯槍呢 就因為賣了一個的大價球員 就是斯朗那樣 就賣了八千萬 迪馬又賣六七千萬 努卡股又是七八千萬 賣出去 所以 今年就不是一個球員充斥的 真心賣了很多球員呢 是逐個逐個全部都要有這些貢獻 都算是值一些錢 那麼 今年 不算 就是最高的出售紀錄 可能還差一點 但是 是史上唯一 一次 賣到三個超過一千萬的球員 可想而知 萬聯過往那麼多年 在清洗上面 是幾廢 是不是 我們竟然是從來未試過 一個轉匯槍是賣到三個一千萬的球員 就是我們的錢 就是買人就花很多 賣人 從來都收回一些資金回來 今次 算是一個好開始 是不是 賣了三個球員 超過一千萬 就是麥湯 格連活 雲比沙家 跟著幾百萬的 就有四個 金華拿 Mabry 艾華路 柏利斯迪 還有就是一個 比較少錢的雲迪璧 這八個球員 都各自帶來一些收入 這八個球員 先說幾值錢的三個 我自己覺得賣了麥湯 有一點點令人掛著的地方 就是沒有了他 你在這場對著利物浦 你看著後備值 我真的不知道要換誰進來 之後可能海龍 復出會好些 但是 真的沒有了去年那個 我第一個換人 就是想麥湯 不用用老的 那個用處好用的地方 就沒有了 但是 他都28歲 即是麥湯 雖然我們清分 看著他大的 這個球員 甚至有網友 就是想我拍一條片 是回顧他 之後可能有空的時候 會做一下 就是以前我都會拍下 一些這樣的片 就是描述一下 一些舊的球員 就是看有沒有機會 會做麥湯 但是這裡就說一下 我自己對他 就是只有美好的回憶 就是因為這個球員 從來都沒有對萬聯做任何有傷害的事情 就是低人工這麼多年了 之前曾經試過萬幾兩萬磅周身 後來加到上去五六萬 都真的很便宜 打後備沒有怨言 打正選 有盡力的 雖然他球員的能力 就不太高 但是每一年 需要他的時候 他都會出現 場外的負面也都是幾乎是零的 這一位就是肺價上當年 點名要摩佬 真是好好照顧他的一位 自己的親生兒子 就走了 28歲 只剩一年合約 其實賣2500萬磅 算是一個好的價錢 就是這個球員 你說如果23、4歲 側他四、五千萬 都還有些機會 以他去年那個入球紀錄 入十多球 都算很厲害 但是28歲 真的沒有多少條件 至於隔年活 他就很可惜 但是原因大家都知道 很明顯 球員就不敢冒險 他的場外的問題 到現在都還是很多人討論 每一個地方 他去到哪裡都引起討論 萬磅可能真的不敢這樣做 結果就賣了他 現在 他的法甲就相當之好的 那個發揮 三場五球一助攻 大殺死方 以他的水平 在發甲根本就是 真的逃盡所有球隊 去到哪裡都可以很順利 希望打到好的身家 因為他呢 是有sell on cost 如果他打得好 兩三年後 風聲淡了 還有一些大球隊 買他五、六千萬 我們可以收回一半的資金 那個sell on cost 聽說是去到五千萬 其實很多球員都有sell on 加上 甚至有buyback cost 所以 其實這個轉會槍 我們還可能會後續 會多很多的收入 雲比沙加 一樣跟納密湯一樣 都是剩下一年合約 如果他不是一年合約 我覺得應該至少要買到二千萬 雖然他不是一個頂級的集位 但起碼 在英超這麼多年 其實都證明了他有實力在英超打 以一個這樣的球員來說 又是英格蘭的清分國 雖然他現在轉了國籍去江國 但其實都有清分的名額可以計算到 亦都不太大 二十七歲 我覺得可以再好些 但一千五百萬沒有辦法 你想換馬西奧利回來 唯有都快點放走他 否則下年free agent 好像現在連迪洛夫一樣 就更慘 至於其他賣人 就全部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的雞辣 賣到 省錢 雲迪碧 十二萬鎊 然後Mapry 那些其實都一兩萬鎊 都不是很少的 艾華露 然後雲迪碧 帕利斯迪 也是 還有就是 都是好幾個 比如 麥比利 其實幾個 都是沒有什麼前途 金華納 其實今年都沒有位給他 所以就賣到一些小小的錢 不要說去到太盡了 快手清掉他 省了一些工資 他也都可以發展 然後你加了 sell on 買 back 其實到時候 如果真的打得好 買回去 真的沒有吃虧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今年很明顯 清洗球員做得好 決斷而且做得好 至於新組 其實我們的足球總監 Den Ashworth 都解釋得好清楚 其實他說 你相信他的話 他說新組 其實一直都是強烈 要求離隊 就是根本 你看到他的IG 一張萬聯的照片都不放 但是一離開了萬聯 馬上將自己的頭像 變成車路士的頭像 立即放車路士的照片 你就見到他其實對萬聯 完全沒有感情 所以就放到他 總好過放一個 心病不在萬聯的球員 在後備席上 你都不會期待他 很有力氣和你拼搏 最後有兩三千萬 也有傳有些租借費 也承擔他大部份的人工 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也都是回收一部份的資金 再加上 有幾個球員沒有續約 華拉利、Marcel、Forsen Forsen現在去了二甲的下游 Monsa 其實他暫時都踢不到正選 Brandon Williams 暫時連球隊都沒有 華拉利一去到二甲的高幕 又是受重傷 Marcel又是沒有球隊 其實你都側面是可以證實到 這個人是不續約 是很合理的 根本就不是有球隊 會想要他 但是做得好收購 做得好清洗 做盡的了 我真的比這個主妹槍 是比較高的分數 你要打 我會打八九十分 至少 其實你要計 當然不完美 比你在Fever FM自己打機 會做得更好 無敵大分歧 或是不斷在那裡 用一些打機的cheat 引他過來 又借又行 總之搞到他不開心 但現實世界不是這樣的 你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 或是不會 每一件事都如意 做盡的了 但是你要計算 真的 我們是不是增強了很多呢 這個夏天的主妹槍收購 我們是否呢 我覺得不是 做得好 但是 你對比一些收購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個更新換代 譬如馬特列特 做得好的 三千多萬算是這樣 但是你對比上去年華拉利 如果是華拉利沒有傷那段 其實華拉利的水準 是否比迪利特差 我覺得不是 頂盡就同等 甚至華拉利 可能更穩陣 所以只是一個出場高一點的 沒有那麼多受傷的中堅 這個錢就花了 但是其實就沒有什麼增強到 舒克斯也是 對比馬特列特 馬特列特好球的時候 其實比舒克斯好 但是他去年不是 他去年狀態很頑皮 又不斷受傷 所以就叫做少少增強 舒克斯年輕力壯一些 不會受傷那麼多 是否用到 這個一丁那麼多的增強 馬特列特尼 我很難說他真的好過雲比撒家 雲比撒家 你對強隊的時候 可能幫到更加多 馬特列特尼 你對弱隊的時候 會幫到更多 所以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增強 烏加迪對於蜜湯 防守一定好 位置感 拼搶搶 搶截的準確度都好些 但是進攻呢 他又比不上蜜湯 這個都是一個作用不同的球員 對調 買了 花了錢 但不是在全方位升級 至於Lanny Roro 暖期內 我覺得他作用不大 這個還要適應球隊 雙羽出來 還要去到聖誕節 你才慢慢踢到球 隊內也有這麼多 你有沒有這麼多出場機會呢 也都看不到 他在短期內 會比連迪樂夫 或者佳牙 甚至伊雲茲 都未必真的有作用 所以其實這個轉會槍的收購清洗 花了這麼多錢 是的 到時大家可能會發現 沒有什麼強勁 是的 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會提升到對球太多 只是一個正常的更新換代 換血的地方 以及清除一些 對對波 現在未來走向 全控型 迫搶型 先進一點的戰術 不是這麼相容的球員 所以 如果上季的第八名 是實力的反應 撇除一些傷病 可能我們好一點 第七 但是 紙面上 我覺得我們並未收窄到 從前面球隊的距離 沒有什麼增強過 相反 你前面的球隊 或者你附近的球隊 就有些球隊會增強了 或者好像白麗頓 換血 加強了很多球員回來 熱刺又是增強了 剛剛沒有計到車路士 大幅增援 又菲力斯 又PALMA 後備 又有 每道肌又強了 又來個尼圖 這麼多的球員 很高的球員 其實我們真的 隨時 就 還被比下去 所以 你在今年的期望 未必 我自己 我不會說 突然間 排名會上到第三 第四名 一定 一定要這樣做 不是 但是你一定要給我們 可觀的進步 要先維持到一定的實力 不可以再是第八名 第六、第七 有勾戰的資格 也看到球員成長 戰術上有一個更加成熟的趨向 是可以的 我們的陣容是年輕 我覺得今年 仍然 我看似是一個developed的一年 要找一套適合的戰術 現在有一套戰術 但是適合 我真的不敢說 要盡量去幫球員進步 那我們 看看我們現在的球隊的陣容 由後防看起 Onana 很多的爭議 今年輸了三場球 亦都失球不少 我見到很多的聲音 都其實還是對他很不放心 事實上 客觀來看 他去年的撲球數據 因為季初太差 季尾是好 但是平均來說 就是73.1% 勉強合格 這個不算是一個好的數據 以他的身價 5千萬英鎊 這個數字 我不是很滿意的 就是你今年如果想說服我 你要再提高多幾% 2-3% 75-76 我才收貨 今季加上聯賽的社區盾 失了六球球 四場又失六球 就是失球數字大 雖然你有看球 就知道那些失球 跟他責任不是很大的 就是很多球都是近門 被人硬抽競射死角 是吧 衝網頂 但是他又真的沒有神救 就是這些情況下 是不是應該有回 救回一兩球 就是神勇一點 就是必入球 拖走 飛到他盡 fingertips 那些 是不是都要有回少少呢 就是一個頂級的龍門 其實就有的 就是譬如 對面利物浦 我們都不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艾利神救了兩三個都好的撲救 那他才會保持清潔 那我問 如果做好一點 我們可能失少了兩球 這個就是對他個人的要求 未必真的會拿到分數 但是你會想要 就是你想要求一個 那麼高新界的龍門 再做好一點 就是我現在 不敢說他真的很可靠 就是真的不敢這樣說 我覺得他仍然還需要 證明自己的價值 就是否則的話 這個收購呢 今年如果都是這麼上下水平 就是有時好有時壞 我就覺得這五千萬是 是使得相當不值的 那麼中堅的迪列特 就初步觀感 現在都是很早期 就是踢了一兩場的波 有一場正選 兩場後備 那樣 我覺得OK的 就是觀感不錯的 就是看上去這樣維持 都算是英超的一個 中上游水平的中堅 就是算是這樣 三千多萬 不會express太多 但是他的partner 馬天尼斯由上季 復出過中段 即是出過兩三場 未叫到有一次 是真的令到我信服的 即是真的回不了他第一季的狀態 但是 他似乎都會是正選的鐵膽 即是以這個表現計 他加上迪列特 我就真的不覺得中堅很可靠 即是見到指揮上面還有些問題 即是速度不快 兩個都不是真的靈活 高速的回追形的中堅 其他的後備輪換人選 麥佳亞 伊雲斯 Hurron 和連迪洛夫 亦都不這麼給得到信心 所以總括來說 我覺得中堅人就多了 但水準來說 行動不可以在最一線 英超最好的幾隊之底 是最尾算的 右閘馬沙奧尼達洛 算是這樣 其實這個年代是集委 沒有很多隊友好的集委 最好的可能是熱刺的polo 左邊的烏稻子 一個攻 一個手 算是挺好的 萬成都找不到 還是靠腦象的獲家 另一邊用中堅打左閘 戰術上去彌補 所以這一對我自己滿意 但是左閘 你只能夠祈禱 所以能夠保持到大部分時間的健康 因為馬拉西亞我就真的不敢講又沒用 這個情況 如果他還未出來 去到聖誕節 我覺得就怎樣都會補一個左閘 到時有些球隊的左閘沒有踢過 好像列基朗 哲維爾 可能到時就免費租他過來 幫他承擔一部分的薪金就算了 可能到時會再做補充 但是暫時只能夠要求索爾 希望他可以快點復出 而且保持健康 中場我自己覺得我對烏加迪都寄予厚望 我覺得他不會幫我們中場變成一個 可以domain的中場 又派到牌 又全能入球 不是的 但是他會對中場的下限會提升的 輸極有限 有沒有建設很難說 但是破壞上一定會做得很好的 但是他就那些partner 我真的不知道選誰 問號 Alexandre 那些partner 各有各的問題 就要看他上到來 那他現在就去了 回到南美踢這個國家隊 所以就其實沒有一起操過 那等他上到來 那搭一搭 看看誰搭下去 會是好一些 我相信他會是鐵膽的 還有一個就是高野 看看他可不可以二軍突起 爭氣一點 爭到正算回來 因為他 其實跟烏加迪組的中場 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很強勁的跑動型的租場 中場就是一個效率型的中場 可能會也不奇怪 儘管看看幾位的中場 誰搭得贏 至於宮中 班奴一定是重心 但是我預計今年他和孟智 會多些輪換 因為見到班奴 對白禮頓的場合 很久沒有見過 他是無傷無病 下給人換走 似乎都是一個訊號 今年續續他約 加了他人工 但是應該都有一些協議 今年他不會再是一個 不能動搖的正選 再加上歐洲賽 其實今年是忙到不得了 絕對會有時間給孟智上陣 希望他的肌肉受傷 可以回來快一點 易峰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這幾位福仔 不能回到水晉 我相信他今季 都只會和上季差不多 或者稍微好一點 加拿蘇 我都見不到會有很大的進步 安東尼也是 唯一希望就是亞馬特大路 但是你放回英超 如果你要跟別人的薩加 要跟別人的班奴律斯華 倒鼓那些比 其實就不是真的很好 整體上來說 這四個就只有他一個 有穩定的入球能力 但是你頭兩場英超 把他打正選 他又沒有什麼表現 第三場把他打後備出來 他又好像很好 所以暫時可能 可能他都未真是很適應得到 英超的正選的需求的能力 希望他就慢慢再拿好一點 可以carry到我們的前線 因為中鋒 沒有什麼人入球 海龍你不在的時候 你就會有點掛著他 就是他上年雖然不是很好 但是他衝鋒陷陣的活力 是真是我們很缺乏的一件事 所以也有些是期望他回來 可以幫到手 上季他16球兩助攻 今年 適應了 成熟了 希望他可以再進一步 入到20球以上 他的partner就是舒克斯 現在觀感 我覺得大部分漫迷 對他來說 都不是說太討好的 但是他的球風是這樣 我相信不會改變到 但是要做一些調整 你是比較自由一點的球員 你都要調整一些 稍為是肉緊一點 適應一下聯賽 太自由 你在英超 你真的不會有口吃 但是 雖然球風不討好 但是你想想過去兩三場 沒有人選擇的情況下 他頭頂腳踢又有幾球 其實都是差一點就進去 利物浦這場有個頭鎚 又有個軟射 前兩場又有些不幸的球 其實他好運一點 可能又能進到多一兩球 如果他三場進到兩三球 可能大家對他的風評又不同 只能夠暫時說運氣他不太好 而且他幾乎沒有參與過球隊的貴前集訓 因為他比較後才回來 因為始終他踢了歐國貝 所以有理由給多些時間 他再去證明自己 暫時又年輕 剛來英超也沒有合過 不要對他太厚 希望他慢慢會再適應好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 沒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真的在英超裏面 我們是很好的水平 都真的整合來講 可能是五至八位而已 如果你對比萬城、阿仙奴、利物浦 沒有得比 對比二次 我覺得都差一點 我們的陣容沒有他們那麼好 還有對比車路士 他遠遠豪華過我們 現在的陣容 可能真的只有後防線稍微差一點 中前場的級數 車路士遠遠遠在我們之上 只是一個Palma 都已經夠打我們了 戰術上也是 排面上沒有什麼優勢 戰術上我們還要調整 還要觸摸 沒有猛字的424 我不認為是一套好的戰術 效果真的不好 會不會再做調整呢 其實都是賽季初段 還可以改的 你想改的話 是可以再留 會不會試試想想 轉3、4、1、2 或者簡單一點 回到4、3、3 有一個好的防守型中場 會回到4、3、3 或者打一個單中鋒的時候 舒克斯會比較好 他踢雙前鋒 有一點不太適應 教練 是時候要把握好這兩個月 如果戰績到11月 你還沒有好轉 我相信到時 高層真的可能要被迫 又要做一個殘酷的決定 要解僱了他也不奇怪 真心 你如果這兩個月 一直沒有氣息 還在排第8、第9、第10 其實他們高層真的要倒閉 但是你沒有什麼大的選擇 你絕對不希望這樣發生 我就希望他們能夠扭轉 這個頹勢 上回去 大家都開心 9月14日開始 其實就已經超級回來 一直都會一週雙賽 除了國際賽的週期 所以 這一季新制的歐洲賽 將會是史上最忙碌的一季 大家又是時候要看這一對球 不知道會發揮還是怎樣 但是我希望 就由回來對修涵頓那一場球 重新開始 贏球 一步一步走回正軌 好嗎 希望是這樣 今次就講到這裡 希望下場開始會逐漸變空 下次再見 拜拜